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最近的是在纽交所上市 几周前刚进行了一轮融资 有一些非常好的机构投资者 那么我们现在呢 发行在外的股数呢达到了四千五百万股 而是市值达到了四亿四千五百万 还有就是我们的魁克克政府 我们的这个大股东 是有一些大的机构的投资 我们现在是天时地利 人和的一个最佳的时机了 主要是万物电气化 带来电动汽车的一个产业需求 在西方世界最大和最高级的项目 可以作为中国供应的产品的一个替代方案 作为本地化的一个方案 因为很多汽车整车厂商都在寻找 中国以外的供应商 是环保低碳碳中和的产品 用的是第一成本的水电 在魁北克省不仅仅是绿色的 而且呢成本也是可控的 很好的成本结构 我们呢进行一期的示范工程 那么现在呢 我们已经开始生产先进材料了 已经向客户呢 大批量的供货了 进行商业货的量产了 我们还有成长的空间 包括我们现在的矿区和我们的加工 都是有扩产能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这边呢可以供给我们西方世界的客户 我们是符合ES级的高标准 也就是环境社会治理的标准 符合最高的 这样一级ESG的标准 符合碳中和的发展目标 对我们的客户来说 对我们的股东来说 这都至关重要 我们还有80名专业人士组成石墨产业经验丰富的多元化全球团队 包括BTR的等等 那些集团的这样一些专家 来为我们工作 那么BTR也讲过了 现在的电动汽车的产业发展如何如图 包括呢还有这个储能的需求 所以碳中和和持续发展是超级重要的 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啊 我们用的是水电 环保的水电 所以呢 它是存电的一个路天框 和卡特比勒合作一起来开发相关的这样一些设备 并且呢 我们用创新安全的处置尾矿的过程 进行持续的回填 有相应的当地社区的利益共享的协议 因此呢在ES级也就是环境社会治理方面 达到了最高的标准 我们去风险的一期 那包括呢 也是进行了二期 每年四万五千吨的阳极材料 和存化的巨大波片 那么我们可以随着时间的推进 那二期持续的推进 二零二三年到二零二五年 它将使我们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的 石墨生产商 那么我们 是可以把产能进一步的扩大 那我们的项目呢 将会在二零二三年开始执行 达到年产能四万五千吨 是 在二零二五年还会持续的增长 二期一直到三期 这样的一个增长的愿景 我们在欧洲和美国 将会随着我们的客户的需求增长 而增长我们的产能 所以呢 我们的满足客户持续增长的需求 在西方世界呢 也是提供了最大的一个产能 包括呢 我们需要 很好的一个矿床 能够有优质的材料 所以呢 我们就是像那张美酒一样 要有很好的 这样的一些原材料 才能为客户生产一级的材料 并且呢 包括我们的长期的一个持续的发展 稳定的供应 成本品质等等 都达到最高的标准 实现我们产品的一致性 和可持续的发展 好了 我们的网站上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石墨材料用于很多的应用 我们呢 包括用在离离子的电磁方面 这个需求呢 也是快速的增长 它的这个 利润也是相当不错的 还有呢 我们的这个耐火材料 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市场 在我们的网站上呢 都是有详细的一些 针对石墨材料应用领域的介绍 现在就有2010的G 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呢 它是一个指数值的增长 对我们来说 至关重要的是 所有这些 2010 剂照 到最后呢 都会用石墨材料 这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激动 NC NMC 包括呢 大众汽车呢 他们也宣布了 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顶的时候呢 将会终止内栏汽车的生产 所以这也对新能源汽车 构成了很大的利好 包括石墨材料 很大的一个利好 包括呢 我们在 它的一个安全性 和生命周期等等 都有很好的一个优势 我们可以看到呢 石墨材料 它的优势很明显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 Benchmark预计呢 天然 片状石墨的需求 从2020年的约77.11万吨 增长到2025年的约194.8万吨 20230年的393.2万吨 可以看到呢 它的增长是非常迅猛的 也就是达到了100% 150% 401%的这样的一个 未来的增长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西方世界 我们未来的增长呢 是可期的 包括在欧洲和 美洲的增长 包括在亚洲的增长 这一个趋势呢 现在在 整个西方世界延伸 目前呢 供应链还没有成型 我们想向客户提供的 就是一个低成本的产品 高品质的产品 符合最高的标准 可追溯的是单中和的产品 能够是一个 对针对中国的替代性的 来源地 这样的一个供应 那么 只针对市场呢 就给到像我们这样的新 镜子就打开了新的空间 那么 那可以替代目前 一些只能由中国提供的一些石墨产品 由于历史的原因 这个市场呢 过去主要于中国来提供 那 当然中国的石墨矿场 和基础设施的优势 的确是在那里的 那 所以呢 我们现在 回北克的矿创 也是非常优秀的 并且呢 很好的化学结构 很好的系组设施 运输也很方便 不是在巴西 不是在非洲 那边的能源成本很高 所以呢 在这边能源的成本 是非常低的 这样的 我们的产品在未来呢 它可以利用低成本 和运输方便的 这样的一个优势 因为就在加拿大的 魁北克省 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北克马克预测呢 在2023年的时候呢 如果 把所有的 提供产能 包括在中国 和非洲 提供产能的电厂 加在一起 在2023年的时候呢 我们将会出现 这个 需求超过供应的情况 将会 在2020年 石墨需求量 全球供应量 多40万吨 所以对我们是 一个非常好的 天时 地理人和 很好的时机 使得我们能够 2023年 产品投产 像我们这样的 通过八年时间 从屋到有 在2015年 发现矿藏 现在呢 我们已经 准备好 进行投产了 对我们来说 做好了 充分的准备 抓住这个 良好的黄金时机 使得我们 可以 在 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 去生产 过去的几年 都是 买方市场 因为供应 供大于求 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 需求超过供应以后呢 将会进入一个 卖方市场 这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好的 一个黄金的时机 所以我们的项目呢 有两个地方 两个矿区 那么 我们在 圣克老师的 河这个位置 在魁北克呢 我们可以看到 Montreal 到这个位置 我们这边的矿区 它是 Montreal的这边 两个小时的车程 那加工呢 是在这个区域 从这里呢 是45分钟的 一个车程 这个是当地 最大的一个工业区 他们都是 用独一无二的 低成本的水电 所以呢 对我们来说 是很有优势的 因为它是碳中和 碳的这样的 一个能源供应 成本也低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是 包括有薄片 金矿 我们大量的提供 这里有一千吨的 石墨薄片 我们和客户签订 有很好的协议 高品质的 石墨薄片的供应 那 我们近有三个工艺步子 包括呢 定型 存化和涂层 他们都是模块化的 加工工艺 都是模块化的 那在去年呢 47,300 是有RASQ 报告的这样的一个量 所以呢 我们提供的产品呢 是 我们呢 也有第三方的研究中心 给我们提供相应的报告 我们提供 更 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产量 我们可以 进行产能的扩充 包括呢 我们通过一周的时间 进行试运行 确保它能够 年产量2000吨 这样的一个产量呢 将会 是 逐步增长 那么 它的产品的质量 得到保证 能够符合工业应用级的要求 并且我们的工艺 也是合格的 我们对项目去风险 低成本 去风险 至关重要 涂层这个工艺呢 已经 进行了测试 在欧洲的工艺商 得到了测试 所有的设备都已经是到位了 所以 2022年的第一季度 我们将会 三个工艺流程都全 功率的 马力 十足的去开工 年产量2000吨 能满足西方 客户的需求 可以实现 二期的一个目标 那么 我们的二期的 这一个产品流程 我们的 离 离子的市场 有 我们的 特种石墨 以及耐火材料 这样的一些需求 当然也是 包括最重要的一个 离离子的电子洋局材料 我们可以看到 高纯度的 高利润的 特种市场 每年大约是四万吨 我们 60%的 产能 是 出现了 增值转换 产量 是 阳期材料 年产量是 4.2万吨 这是一个 二期的产品的 一个流程 那我们是在 蒙特利尔的 这样的一个区域 可以看到 这是蒙特利尔的 150公里距离的 这样的一个 矿山和选矿场的情况 我们在进行 一期的示范工厂 现在呢 进入到 二期 现在正在进行 一些施工 这样呢 在2023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准时的 投产了 它是一个低成本的 那么 那么 每吨的是 400美金 它的一个 镜像结构 非常好 它的一个 技术设施 也是完美的 离港口 只有两小时 它整个的成本 都是非常低的 所以呢 可以是进行一个 现场的考察 看到当地的一个 生产的优势 还有8公里的 额外的一个 道路来增强 它的运力 可以看到这里呢 我们在进行 这个 这个是一期的一个位置 还有 我们资源的一个 优势在于 它是可以 翻翻的 那么现在 是26年 寿命的矿生的 1000吨 每年的 磁波波片的产能 我们是有能力来 让产能 翻倍的 因为呢 它的一个资源量 是巨大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根据 客户的需求 来让产能翻翻 在它的一个 倾向结构 非常好 最后呢 产品的品质 一定是非常 能保障的 那 在魁北克 重要的是 它是可以 把这个石墨材料 转化为 我们的电磁 所需要的材料 我们反复强调 我们用的是 低成本的 碳中和的水电 所以呢 我们是 在这样的一个工业区 这是北美 最大的 一个金属野链厂之一 它是 靠近低成本的水电 基础设施 All-in 这个位置 也是 这个非常好的 一个 世界上最大的供应商 还可以 在我们的 一击 在水电 和化学品等方面 给到我们 很大的帮助 离港口的距离 可以看到 也非常的近 那么 产品呢 当中产生了一些杂志 也可以 重新的循环利用 是 所以它是一个 很好的 闭环 那这是 Oring的 这个区域 这是27的一个土地 20万 平方米的一个土地 用于商业 运营 它是在铁路和港口 基础设施的附近 我们在进行一些 可惜性的研究 2022年的 下半年将开始 进行施工 所以它的地理位置 非常棒 因为技术设施 给到很好的一个 低成本的可能性 给到了相当的 一些 好处 那么 在这里呢 我们将会进一步 推进三期 以及以后的阶段 随着客户的 需求的增长 我们可以进行产能的扩充 我们有所有的这些 先进的技术 在加拿大呢 我们将成功的 开发了成功的工艺流程 并且呢 我们有合格的 专业人士 包括呢 我们有来自 德国 包括亚洲的 包括加拿大本土的 专业技术人才 他们都是在石墨材料方面 有着非常丰富经验 有的有30年经验的 这样的一些 专业技术人才 我们有6名博士 3名硕士 16名工程师 在我们的企业工作 并且呢 我们和当地的 技术供应商 也有非常好的 技术合作协议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正在努力的 做好准备 向我们客户提供 世界一流的石墨 材料产品 我们呢 在未来的6个月 将会有和客户 长期的基石供应协议 包括呢 我们还会有 相应的加工项目 有持续的可信性研究 和进一步的推进 客户呢 也就也现在呢 对我们将来的这个 产能和产品呢 充满了兴趣 这是我要讲的一个 介绍的内容 接下来大家可以提问了 好了 感谢您 有一些问题在这里 好了 我来带他们提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 那么他的问题是 那么这样的一个价格 而你们在纽交所是 只有12美金的股价 什么 那么 那么我们之前呢 进行了上市 那么 那么目前的这个 股价呢 那包括我们的股东啊 其实呢 我们现在是有不少的高 质量的机构投资者的 这一点还是比较好的 那要感谢这些股东 我们是 有很好的未来的前景 那么 在美国那边 对我们的兴趣也很大 我们现在呢 未来的融资准备 还是很充分的 那么 我们现在 正在和回北赫政府 和政府机构进行合作 我们正在进行一些谈判 有更低成本的一些债务 那这样减少在公开市场的一个融资压力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融资前景吧 你现在的生产时间线 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风险呢 比如说产能释放的话 它会延迟 我现在已经过了一期和二期 一期呢 已经交付了 那 现在呢 是 要去去风险 那 二期呢 是 2023年的事是10万 吨 然后加工是4万5千吨 是到2025年 那 在 这个之前呢 我们是有足够的量来去风险 来确保 客户呢 是 在未来几年里面 是可以得到我们的产能的 充分的 以一个满足的 那 下一个问题是 那 为什么西方世界没有太多的石墨矿区呢 那 那 那 石墨在西方世界很多时间呢 是被忽略的 那 很多时候呢 是重视了 镍和梨 等等产品 之前在非洲啊 等等有一些 这些其他的一些材料 石墨呢 是 有一些特殊 过去主要是亚洲市场提供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 很多人都忽略了石墨这种材料 包括在欧洲 在非洲 在其他地方呢 都没有重视 能 离子的买家呢 都是包括 CTL 三星 那么很多的亚洲的供应商 所以呢 之前呢 是很多欧洲 美洲的厂商都没有重视 但是现在很多的厂商都到北美欧洲来开厂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时机也成熟了 这样的就是 包括有些新的公司也开始 在这边投产 这样市场就起来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和过去相比 的确现在是一个更好的时机来 进行石墨的生产 轮造的一个 中国那边来的问题 在TX的Senior市场上市的计划有没有 那么 那Senior的则是 美国的主板市场 在融资方面呢 我们 是融资之后呢 是量有 六倍 那 主要是美国的一个主板市场吧 那从 TXX 那或者其他的加拿大的Senior市场 我们现在还在一个持续的商讨的阶段 还有个问题是 有没有签订一个offtake的协议呢 和TXX的一个offtake的协议 它是一家纽约的一家 有全球租金的公司 也是很好的一个和一个伙伴 从我们开始时末博片的时候呢 我们和他们TXX的有两万五千 一千吨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就包括呢 客户来自于德国 日本和美国 感谢我们的市场团队 那在这个方面市场非常活跃 我们是也是 是有一个专家的团队 那么 对这个 和直接和这样的一些电磁的厂商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易 是我们将来 关注的一个焦点 还有一位的问题是 你是 是 是否有和当地的原住民进行一些交流 在加拿大 无论在哪里呢 之前都是有原住民的 这是个现实 很重要 这项目当中要让原住民参与进来 他们的就业 包括他们的其他的一些福利 那些原住民呢 在矿区以北100公里的位置居住 那几百年前呢 他们都是分布于这个区域在当地居住 这是他们的土地 他们本身就居住在这里 所以呢 我们给到他们合同 雇他们在这里工作 那就是这样的一些条件 给到他们 近几天的有些新闻 那联邦政府 和 州政府呢 都有 相应的一些决议 所以作为企业来说 也要保持敏感度 这方面要小心谨慎 我们现在项目都得到 完全的批准 我们进行了相关的商谈 我们进行了 相应的一些建设工作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合规的 所以项目的这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个问题呢 是呢 来自于中国这边 你的一个资金 你还需要多少资金 是你的这个融资的计划是怎么样的 那 那么我们有下一个项目的融资计划 上周的一个 那么CAPEX是花了2500万美金 整个科新研究呢 那么有 2亿2500万这样的整体的一个资助 那么这个资金呢 在未来几个月呢 在2022年的 一季度呢 我们 要进行完全的融资 还有获得一些政府的资助 那还有一些客户呢 也会参与进来 那么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了 ALEC呢 那么和美国的Westworld sources 相比他们在阿勒巴马州的那个项目相比 情况怎么样的 那么 那么 那么对一些竞争对手的一些项目呢 我其实呢 我们 很有信心 对我们的这个低成本 那么像 我们是 的石墨产品的 它是市场 特别是 石墨 薄片的一个产品啊 我们是充满了信心 我们已经充分的展现了我们的矿区的能力 特别是我们的水电带来的低成本 运营 由于我们的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好 刚才您提的那个竞争对手的的确是不错 但是我们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我们需要更多的产品 最后一个问题了 那么它来自于中国这边 那 合成 石墨 它对天然的石墨的市场份额会形成冲击吗 合成 石墨呢 和天然石墨是有 有这个一百年的竞争关系的 但是呢 天然石墨和合成石墨呢 它们是各占一方 各有百分之一百 那 耐火材料呢 是百分之一百用 天然材料的 但是在其他的市场呢 是各占一半 天然材料 它的 首先的成本 第二呢 是碳中和的优势 建矿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一旦矿建好了以后 你的成本控制得很好 很稳定 将来的成本很稳定 嗯 这个 它的这个成本不可控 是波动的一个成本 那就是 还别提那个石油和别的成本 那波动因素 光光是这个涂层的成本 对合成石墨来说 就是个不可控的因素 而且成本的确更高 另外呢 这个能源的成本 也是一个考量因素 碳中和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 对碳中和特别敏感的一些 行业来说 更是这样 我们看到一些公司 Panasonic等等 松下等等 他们用之前 很多用 合成石墨的 现在已经大大的使用天然石墨的 因为他们 看到了碳中和方面的 天然材料的 天然石墨的优势 以及成本的优势 所以呢 在加了很多年 天然石墨很显然会 让越来越多的客户满意的 是他们所需要的 感谢您为我们分享了 这个石墨材料市场的 现状和远景 再次感谢您邀请我来 增加这样的一个线上的峰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